好 不過今天是廉價的最後一天 中國軍機一早又分別在八點多跟九點多的時候 再度擾台 甚至兩度進入台灣的西南空域 軍事迷也錄到了空軍透過廣播驅離 這也是共機連續六天侵入台灣空域 好 那國防部10號才公布說 共機一架運把反潛機從中國廣東福建省交界處的外海 飛到了台灣的防空識別區 今天是再度被軍事迷路到 共機又再度繞台 20分鐘之內來了兩次 高度分別是3000跟4000公尺 加上今天 這也是國防部從9月16號發布了 共機動態之後 25天以來第17次繞台